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是對美的感官很有興趣的 站在那邊30分鐘一個小時 欣賞那副作品都不會讓我想離開 可以進去那個作品裡面 協調者 協調之間的流程怎麼串起來 那我前端的檔案就必須要協調到後端可以接受的條件 不然這個印刷品是出不來的 所以其實我是個協調者 工作室特別就是放很多標準設備 海豹機啊 標準化的校正器啊 標準化的光源 各種跟這些相關的東西都開始投資 確定印表機的校正有沒有問題 所以要做一個導錶出來 印出來 比對啊 這是做印表機的校正測驗 這張紙要等15分鐘給它乾 這台就像試波器 校正墨水跟紙張的關係 那假設有無差不校正的話 那你的數據出來就是偏差 假設誤差非常大的時候 就整個做步驟六 要重新做校正 所以這個步驟只是在做驗證 不是在校正 只是驗證我跟我上一次的數據 誤差到底多少 可是現在數據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我就表示這個樣子 沒有跟我上次的數據 沒有偏差太多 我現在就可以直接檔案 就可以輸出了 為什麼我看不到國外展展的一些感官的價值 也看不到國外的一些環境的美好 為什麼我買設備 就要這麼自己的辦法做得到 為什麼可以做到 讓我自己比各大多起來 你根本不想走啊 你就非常享受於在這副作品裡面 可以慢慢的看 慢慢的欣賞 慢慢的研究 我對影像的感官熱忱 就是我自己很清楚 我非常喜歡 那時候經濟環境都不好嘛 所以很難出國嘛 所以我很喜歡去充運店 看很多漂漂亮的出國的照片 出國就被看到很多國際 世界上的風景 才會在這10、20年中 一直在鑽研這樣的條件 如何多照真實的還原色彩 可是當你不在乎 後端的品質的感官呈現 我覺得這個感官的價值是不在的 這個作品是不耐看的 這個課程 只是為了讓一般人了解 你前段東西到印刷廠之間的問題 經過數位檔案可以看到什麼問題 你該解決什麼問題 你該處理什麼問題 你該處理什麼問題 這個色彩管理流程怎麼整合起來的 前置跟後置的管理要怎麼配合 我覺得跟色彩相關的領域行業都應該了解 從攝影師到平面出版設計師到網頁設計師到 紡織印刷其實每個人都應該去了解 這額問跟色彩有關 觀念對查報法引導你的技術怎麼不對啊 你技術再厲害觀念不對你做的還是不錯的 可是實際過程其實根本沒辦法在這些公司的場合開 因為這些場合根本不會買這些設備 所以只能到我工作室 我工作室不對外開放 因為是Naple開的 不然我是不對外開放的 其實 都是希望台灣更好 環境更好 可是也要前段要配合 是因為 希望以後 印著書的創作者 的作品 都可以達到 很好的水平 是因為 希望以後 印著書的創作者 的作品 都可以達到 很好的水平 可以達到 可以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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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